能想像一群老人在小巨蛋的舞台上跳著現代流行舞蹈嗎? 這群動作鬥趣神情活潑的老人們能夠再在舞台上表演舞蹈 母后推手就是這位電臀阿嬤鄭明珠 別看鄭明珠阿嬤已經82歲高齡 跳起舞來卻不輸年輕人 不只獨自電臀Solo 還引領老人們與年輕人在小巨蛋合跳當今全球最夯的騎馬舞 看到這群老人們與年輕舞者一同在台上合跳現代流行舞蹈 讓大家覺得阿公阿嬤們越跳越年輕 這正是鄭明珠阿嬤學跳現代流行舞蹈的原因 就連年輕舞者也對他們的表演舉起大拇指說讚 因為老人家記憶力一定會跟我們會有差 所以就還蠻厲害 感覺出他們有很認真練習 我身為一個表演者 我覺得他們今晚的表現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稱職的演出者 該有的敬業態度 真的很敬佩他們 然而台上老人們光鮮亮麗的背後 其實一開始並不是那麼順利 當初為了讓老人們能夠跳流行舞蹈 鄭阿嬤在舞蹈動作上下了一番苦功 我也是練習的是很盡力的教 他們也很盡力的學 這樣學大家學 快一點嘛 節拍這麼快 會對不到這樣 後來是怎樣 還漂亮的嗎 原因是因為現代流行舞蹈動作太大 不適合活動力較緩慢的老人們練習 所以鄭明珠阿嬤為了他們調整舞蹈姿勢和編排位置 就是想讓他們能與年輕人一起跳舞 在台上盡情演出 編繫舞來熱力四射的鄭明珠阿嬤 其實從小就展現了她對舞蹈的高度興趣 在台上都有讓老師叫出去跳舞 可能我自己也喜歡跳舞 比較有興趣 人家在運動裡有在跳舞 一定會覺得比較年輕的感覺 比較有那個感覺 跳舞就覺得比較年輕 65歲退休後 鄭明珠阿嬤就把學舞的興趣轉化到教員跳舞上 風格從傳統舞蹈舞到現代流行舞蹈 目的是希望透過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讓老年人也能展現年輕活力 多虧鄭明珠阿嬤這個幕後推手 所以她和她的舞蹈社夥伴 才能夠與年輕舞者 一同在小巨蛋舞台上合跳現代流行舞蹈 對他們而言 小巨蛋表演落幕並不代表結束 而是他們持續向世人展現不服老活力的開始 記者謝勝堂 袁正文 王聖正 大林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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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成功 我們 的